他講討黨產 應該是討國產 這就是討國產 沒有錯 我們認為這是討國產 結果他今天把這個國產趕快挪到外國去 難道我們不用在意嗎 而且他講得很清楚 這是講非常不公平的選舉 中央明代的選舉輔導所需經費 為數頗距 有多距你知道嗎 在他的表格裡面 一條啦 那時候要再增額明代的 增額複選經費 那時候我算是曾俄國在算上的一個人 在那個時代分200多萬的新代票 好 50幾年 他就一個國民黨的曾俄立委 分他200多萬去複選 當然這是一個不平等的選舉 當然 所以他們可以這麼久就是這樣 從這些我要告訴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討論的 雖然他說這個東善 但是對我們民進來說 我們覺得這是國產 我們再來講 我今天準備很多資料 他說要還 好 這個主題要稍等一下 好 來 國中先生要補充 中投交付信託兩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說要做一個選團 說馬英九主席有交代 落到以前來處理完 所以對外可以選團 我們鳳主席 馬主席 現在是兩千空本 總統候選人的命令 落到處理完 所以我們交付信託 第二目的就是金銭脫脫 金銭脫脫怎麼說 那時候美貸 黨政經退出美貸的時候 馬英九用一步 把三種撒給中國市府 金銭脫脫 大家說 我用到別人了 其實這幾天在博者 地理在博者 就是那個脫脫脫不成 所以裡面來部開始在搖 中國市府要顧顧面臨 中國電影公司 蔡政言跟郭台強在寫 這都是金銭脫脫不成的 這步一樣 一樣找幾個 自己的人交付信託 交付信託有什麼影響 就是說英拜共同發生的事情 現在我沒有關係 我已經交信託 來找這個信託 信託的人標示說 我來公正 我不能做違法 我違法 我這個信託才會吃醉犯罪 所以他來並攻處理 英拜所有的事情 跟他沒有關係 突然來突然 你不知道裡面 到底金銭脫脫脫 你只看見他們交付信託的金銭 沒有交付的金銭脫脫脫 你看不見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來沒有交易 你不知道 等一下有一天 像現在三種 你只知道裡面是什麼 那為什麼要帶去新加坡 他說民進黨有辦法 他把他推到沒辦法嗎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新加坡政府差不到 所以陳長文律師 就是黨產監督委員會 這個召集人 二月二七號 跟金石智 外付這個信託 說他的主張不是這樣 不要聽他的話 跟國民黨立場不同 所以金石智 後來他外付這個信託 馬英九前一陣子 去拜訪新加坡 所謂何事 一如連戰 我們一個資深媒體人叫溫申 連戰幾乎 在過去 幾乎每一年都會有一趟 瑞士之旅 這也是我感覺說 這齊人一鬥 連線 連線 他一直否認 因為他說 他去什麼 什麼去死前三個月 他有去告溫申 但是他有瑞士之旅 那倒是事實 那同樣的狀況 原來我們現在看到 原來錢放到新加坡去 讓理工藥父子 來替你關國民黨的東散 但是我們來看 我手臂夾的 是今天 中國時報上所刊登 榮麗投資公司的一份聲明 說他絕對控告中投到底 你來看 你來看 我好笑 榮麗投資公司說 他要這麼大 中國時報 所以自己本身新聞 都沒有在處理 但是榮麗投資公司 他是這樣說 這是他最後一段 我捏給大家聽 榮麗投資 榮麗公司認為 所謂黨產交付信託 其實只是想 遮蔽大眾之視聽 後面是沒辦法 這是榮麗投資公司表示 實際上 所有過去已經存在之問題 不會因為交付信託 而有所改變 這榮麗投資公司 是良心發現 突然即使良心發現 跟國民黨說 因交付信託 只是在遮蔽大眾視聽 好可 即使國民黨順利 與其黨主席 秘書長 行管會主委 對大眾所掀示之期限 以及今年六月底以前 將黨產交付信託 所有與國民黨 近年來處理黨產 所留下之種種爭養 均仍存在 我說榮麗是怎樣 真的良心發現 東於知道說 他買中式 或是他跟魔鬼交易 竟然可以良心發現 遮蔽大眾視聽 真的要說 對大眾嘗哨 跟這個地點 有所謂的 無故 絕事 實生 無故 有所謂的 連結 連結 都 心